成功 有没有捷径 有 但仅属于那些 勤于思考 勉于行动的人 我希望呢 大家能跟我们这个月的销售冠军 阿丽学习 他的销售业绩 大家也都是看在眼里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他的营业额那么高 在这里呢 我想让阿丽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的销售经验 来 阿丽 其实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这个人就是 闲不住 所以跟进的比较勤快 就经常去跟经销商啊 客户啊多聊聊 人家就买我账了呗 干销售也有些年头了 最大的感触就是 销售的根本在于做人 做人要真诚 要实在 骗人的事 损人利己的事 绝对不能干 阿丽说得非常好 非常对 大家鼓掌 我希望各位呢 都要努力了 特别是一些年轻的 没有经验的同事 平时要多动脑 多行动 别像鱼木疙瘩一样 我常跟你们说 二十一世纪 什么最重要 人才 你连跟人打交道都不会 还在销售行业做什么 我今天就是简单 跟你们提个醒 行了 下面呢 说点高兴的事 我们这个月的销售前三名 阿丽 小绝 小琪 奖励你们 一次下个月在月亮湾 高级品酒会的入场券 年终大奖的获得者 公司除了现金奖励 还会送他去巴黎岛旅行 巴黎岛旅行 红酒销售 卖的就是生活方式 公司会给最好的员工 提供最好的机会 让他能体验 最nice的生活方式 好 干杯 干杯 来 好 好吃 来来来 干一个啊 来 张总 来 来 来 美女 你也喜欢喝这一款 新世界的红酒啊 大哥 你像刚从土里刨出来的一样 不太适合说这个话 别说我还真的是刚从土里刨出来 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去调查那个盗墓的案件 干杯 薇薇来了 走 等会儿 你好 好久不见 好戏看 你看 什么好戏 什么好戏啊 那个呀 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叫Vara 小猪啊 最近我们的新画展你怎么没来啊 她可是把威威头号粉的查理给抢走了 厉害吧 厉害吧 这么厉害 刘文静 阿丽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次公司派来的名单里没你啊 我是跟朋友一起来的 早就听说你朋友多 红发老总都认识 我就不奇怪 那你先忙 我去找朋友了 等会儿 我比你早进公司 虽然不是你师父也好歹算个前辈 我就叮嘱你两句 好 像我和小娟这种人啊 就是普普通通的小销售 靠那点提成过日子 没你这么好的资源 但是今天 我们是过来卖货的 而你呢 是和朋友过来消遣的 我希望你千万别搞那些急活的事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亲爱的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们在聊什么呢 娟姐 我是跟朋友一起来的 那你们先忙 我去找朋友 好 聊什么呢 怎么看你不太愉快啊 没什么呀 交给她 巫衣姐 是陪了 我们先走了 好 尝一下 我刚才尝过了 怎么样 天鹅酒庄 厉害啊 好 再小心点 文静 文静 我找了你半天 原来你在这儿啊 我来给你找一位专家 好好地介绍一下 天鹅酒庄 可以吗 当然 天鹅酒庄的果园 位于海拔 位于海拔两百四十米 到三百米的高台 或坡地上 那里常年阳光充沛 红色土壤 矿物质丰富 所以种出来的葡萄呢 气味香浓 口味独特 厉害啊 喂喂 这位是 我好好给你介绍一下 她啊 是敏月酒庄的销售总监 刘文静 我 哦 幸会 幸会 哦 你好 是这样 我们两家刚开始合作 以后多多指教 哦 您客气了 是这样的 我现在还不是什么总监 我只不过就是销售 而且我是新来的 哎 那也是行家的 都一样 是 朱总 终于见到您了 阿丽 你们认识啊 哦 是这样的 我刚才和你们的总监 刚认识 哦 朱总在开玩笑呢 哦 哦 那个 敏月酒庄现在有代理这款酒吗 有的有的 天洋庄是我卖的最好的产品之一呢 哦 哎 维维 你们先聊 我试陪一下 好 你先忙 你们先聊 嗯 文静 这边就是你说的朋友啊 哦 你们好 你们叫我维维就行 幸会幸会 哦 那你们先聊着 我跟阿丽再去转转 嗯 好 请便 君姐 这看不出来啊 镜子还挺大的 谢谢你啊 薇薇 这有什么呀 哎 不过我今天真的出乎意料 我没想到 你现在对红酒了解的这么多啊 其实我了解的也不是很多 只不过我每天晚上都要背好多数 哎 其实我对红酒啊挺感兴趣的 要不然 你今天给我介绍介绍这款酒 好吧 那我就给您推荐一下 我们公司的这一款 天鹅庄 嗯 天鹅庄的每一支灵魂种植呢 都必须要在橡木桶上 存放超过两年的时间 这样才能让饮用者 拥有丰富的口感 以及美妙的体验 你先尝一下 怎么样 灵魂种植 这酒名也太虚了吧 常总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 微风吹拂 这你朋友啊 嗯 给你介绍一下 她啊 是敏玥酒庄的销售总监刘文静 我不是销售总监 我只不过就是销售 销售总监 那 替我品品这杯酒 给我们说说 什么是缓酿啊 这一款酒呢 虽然味道厚重 但是不是优雅 不过 它却夹杂着覆盆子的香气 是一直不可做 行了 行了 这杯酒啊 也不是什么缓酿 是法国的木桶 我刚才听你阵阵有词的 我还真以为是什么道中高手 欢迎叶总 你别那么磕磕 叶总来了 叶总 该来的来了 都在呢 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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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啊 都来了啊 叶总 这位是王总啊 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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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好久不见了 大人物总算是出现了 国外待得不错啊 他是谁啊 他就是业内最大的风雨人物 叶辉啊 来吧 干杯 叶辉 叶辉 小猪啊 该来的终于来了啊 我们都老朋友了 对不起啊 薇薇 我给你丢人了 这有什么呀 没事 一会儿啊 我给你介绍新的客户 啊 等着 叶总 叶总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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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总 我一猜你就会来 什么呢 我就知道这种场合你肯定在 仗着自己在法国待过 多喝过两年红酒 就来这嘚瑟是不是 这 我有吗 你问薇薇 没有吗 我 薇薇你也是啊 你都在国外待了多少年了 你还知道回国呀 我怎么还不能回来了 不过你又回来干吗呀 我品红酒来了呀 哇 又开始偶像剧了 真好 怪不得薇薇 总叫她社长呢 真是人如其名 一看就是霸道总裁的范儿 我说花花呀 你能不能别老见一个有钱的 就饭花痴啊 你是不是嫉妒人家呀 人家又比你帅又比你有钱 还比你高 甩你好几条街呢 你这样 还是回去抛土算了你 谁 你轻点你 干什么呀 谁比他差 嘘 快 你看 这小猪的红酒还真不错呀 也不知道谁在做代理 我给你介绍一下 在你后面那位啊 是我的好朋友 他是明月酒庄的销售总监 他叫刘文静 你卖的 如果您需要的话 五箱以上可以申请折扣 文静 你对他可不用客气啊 不用给折扣 我要二十箱 二十箱 小灰啊 你订二十箱 那我会所也得三十箱 喝得好在家 好 谢谢二位了 真够义气 文静 咱们俩一起敬他们 谢谢啊 谢谢程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